快扶起来 探索中国拱包的大地 体验不同的自然气氛 使许多旅行着梦梦已久的冒险 如果你已经验军了 三腰包国道的网红旅行 看望一次更为刺激和临时的探行 那么接下来的这条行动 可能分满足你的需求 但请记住 这样的探行 需要充分的准备和对自然的尊重 首先抵达盲谣甘森交友站 区保堂的车辆加满油 并准备好备用油量 正是进入未知区域前的重要准备 区保堂的车辆有足够的燃料 穿越这片神秘的土地 接着你将进入被称为死亡者的区域 一进入这里 你会立即注意到周围以身动物的冲击 邪恼是不幸的以落后的残骸 他们在红影中静静地躺住 这些景象和凹臭的味道提醒你 你即将进入昆仁山脉的腹地 随着你的深入 你会遇到夏秋中才有的场景 昆仁山始终之美 这里仿佛是另一个尸体的入口 昆仁山派的重力景色和神秘范围 让人不见理想到古代神话庄的棉湖处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 大自然的民生力量和无尽的奥秘 既然跟着我的进入 我们一起进入昆仁腹地一探究竟 这次我们起摩托穿越 可能是有史以来 起摩托穿越昆仁山的第一人 这是7月27号早上的10点50分 我们从甘森加油站 进入昆仁山所运 接着纳南口的山河一天四天同桌 预计的时间是最快用预订的时间 最快是8天的时间来穿越 就是要骑摩托穿越来 应该我们是史刷第一次吧 首次要用摩托车来穿越 就挺恐怖人议 这冲100都很有趣哦 滑下来滑下去的 还想让我摔架 老不可来 看来今天又是 哎呀 哎呀 你这一架摔着 摔得更惨呀 这样子尽管冲击的 中间四温哥没座位 我们的摩托车驯车了 这个上面全是这个松人的沙土 然后轮它一起去直接倒 上面是一层轻轻的石头 上面其实是沙子 沙漠 你看旁边 好多那个沙漠 咱们冲了无人之间 这才是真正的昆仑山药 撞点倒车 这沙子太软了 什么叫震撼 这就叫震撼 因为我们不记得沙漠 现在突然下雨了 我们把雨给刷起来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昆仑山药 这是一条沿干湖的湖沖 我们顺着这个河虫 去往昆仑山索 来走 我让你别人路你不路 我路到那儿海平 看我们在半路上发现了野骆驼 这是它的躯干 这是它的头部 而它的脚 看 已经跑到那边去了 这是一片骨头 这是它的蹄子 这是它的另一块骨头 而且那边还有一块骨头 这不知道是被什么大型动物撕碎的 可能是狼群吧 看样子应该死了有挺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晚上看到的话还是蛮想人的 我们现在得赶紧赶路了 如果不赶路天黑了我们出不去 那留在这里 再注意完 又是一个安全隐患 走了 不愧是死了 哎呀 这个路太难走 轮子一直一直在甩 好继续走吧 现在又走到好多上来了 在这前方有个洗泡 我们得挂衣的才能冲上去 真刺激啊 又来到了一片骨头当中 现在沿着这个盖河的骨头往前继续提醒 看这里荒物人烟 没有车子 也没有信号 起风的山就是昆仑山 然后那边是西边太阳陆山的地方的 我们继续前行 今天晚上去半路找个录影地 今天是7月28号 昨天晚上我们在死龙谷录营 现在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哇 来到金山呀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面录影 一个峡谷里面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前出发 昨天晚上下来大雨 这地上都是湿的 热身错了 现在前方遇到了一条河 现在看一下能不能过去 如果过不去的话 昆仑山死龙谷之前 我们到这里就要到被迫返回了 看我们在穿越昆仑山死龙谷的这里 这么深的地方居然都还有木鸣在 然后呢这个镇啊 等住了我们的驱怒 一蕾你怕不怕 我可以吧 哈哈 木鸣我的镇毛 他选了羊谷 我们现在带着防征工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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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人厉害呀 来了 他就修不了吗 让我对着下去试一下这个河 看能不能过得去 如果过不去的话 我们在这里接着返回了 我要从这里下来 然后呢 前方就是一条河 在这里拦住了我们的区路 现在看怎么才能过得去 这个是昨天晚上才下过八雨的 这个水啊不知道有多深 我们先往前走走看